好 第一線 第一線 我看到了 要轉多久了 不知道 好 我們來看一下 261則的評論 很多 很多 而且很特別 它寫說是堅持 不可以媒體採訪 你說是我們去交涉 就是說我們不訪 我們純吃 它們開了大概17年的時間 而且它們是很厲害 怎麼樣 不是在台南有一個無名賢州 超紅 是它們婆婆 所以它們要分出來這樣子開 而且它們賢州寫不到百元 超紅 而且還差很多才到百元 好多人 對 對 平時就只有老闆娘跟先生 還有大姐 是真的 很便宜 我是覺得還差很多 很便宜 還差35塊才到對不對 只有65塊 半價 對 而且你看如果我看到這個 魚腸湯 魚腸 魚腸 這是關鍵 魚腸基本上並不多 來台南如果要吃這種 一定要吃 新鮮的 但我們剛剛自己現在問老闆娘 她本人大推的是魚皮粥 魚皮粥 她說魚皮粥一定要吃 然後叫我們魚肚湯 魚腸 然後油條都點 大姐 大姐 妳的老闆娘 在切羊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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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麼這麼哭 在這裡肝口 你叫羊肉 我哭了 切羊肉 怎麼突然哭出來 妳是本地人嗎 妳是哪裡人 我小廁所 小廁所 你在問這個姐姐一定是最地人 她一定不是 她要說我 她哭了 給我好東西 鐵板 她不是啦 妳聽一下 她哭了 你這樣 姐姐會不會笑到很開心 她很開心 妳不要再哭了 笑到我哭 要哭要嚇 笑到我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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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來 帕快嗎 帕快 妳趕快 腳胎 太大力了 阿姨 阿姨腳胎 好酸喔 來 魚皮粥 這個魚皮 這是我們看過最厚切的人 給超多 差不多整隻魚的皮都用到 對 你看有多厚 這個是魚皮粥 這個是虱目魚肚 這個其實區別 差不多 差不多 一條 然後這個油條 然後這個 魚腸 對 魚腸開始吧 魚腸開始 魚腸開始嗎 來... 我們不安排妳出牌 特別 好久不見 魚腸 等一下太長了吧 好長 它不叫魚腸 它就是魚腸 魚很長 老俗話 等一下 我要吃 整局第一名 後面有很多很厲害的巨星 不管... 好喜歡這魚腸喔 而且真的是要台南來吃得到這種 新鮮的剛煮起來 它有一個奶香味 然後魚腸的部分 腸衣又帶了一點點脆 然後一點薑幫你解膩 是 好好吃的 好好吃 都是好甜 奶香超級濃 而且完全沒有那個 牛內戰的腥味 對 零 都是那個奶香甜味 好爽喔 好爽喔 它真的是魚腸耶 好棒 要把它標注那個字 不是在吃麵 很好吃耶 等一下 多少 45 叫三環 叫三環 來... 老闆娘大推的魚皮粥 然後可以配旁邊的捏墨 好幸福喔 來... 好甜喔 糖超好吃 裡面加了蒜酥跟芹菜 湯會有個油香味 然後跟芹菜幫你解膩 湯裡面又充滿虱目魚的奶味 然後它的飯比較像湯飯 所以你會覺得 早上吃這種特別清爽 好快樂 你為什麼要那麼驚訝的感覺 對不對 這個好吃到我的瞳孔都放大了 我吃到蒜酥的時候 會有一種 有炸過的油香 也有那種生的蒜的那個有一點辣 醬醬的味道我覺得很加分 就是給它一個解膩 讓你覺得開胃 70塊魚皮粥 給100塊不用找 真的 發瘋了耶 真的 我吃原味的魚皮 魚皮好好吃喔 剛剛一開始吃下去的時候 你會覺得像吃到焦脂 魚皮自帶的那種Q彈感 師傅魚獨特的那種 魚油的香氣 在這裡的嘴巴裡 魚肉的肉感又變得超級明顯 好好吃 蘸嗎 要蘸一點點 老闆娘說可以蘸芥末 醬油 辣椒醬都可以 那魚皮超好吃耶 它的魚皮真的好吃耶 對 但是它的魚皮是有那種 很滑順的存在感 很好吃 很嫩 那我是不是就要來吃那個油條 油條 他們這裡的油條 我每次都覺得超特別 它就是沾滷肉的那種 泡滷汁 它會不會吃不慣我們北部人的那個 超好吃 超好吃... 它的滷汁在這裡吃的時候更甜 跟著油條一起咬的時候 像在吃油條香肉 而且我第一次吃到油條 已經泡到滷汁 然後變得有一點像豆皮的口感 可是還是會覺得好好吃 它有點像麵糊了 麵糊對不對 好吃耶 這個油條 這裡想像中的好吃 100倍 地外的好好吃 對 是不是應該建議台北人要這樣做 對 對 它不能只是一個配角 它不是要吃脆 對 好爽 它就是要吸飽 燙 在地美食巨星 是的 這一家是什麼呢 扇煮工房 這個位置周圍都是雨溫 對 甜 這邊滿偏的 對 身後有沒有 看來那個是正統路爾門 馬祖廟 對 路爾門旁邊 你看這旁邊 你看它的樓房有沒有超過五層肉 對 所以代表是非常在 比較少 而且還有那種車子賣的水果 水果 就是那種胖卡車那種 但這個好像很猛 你看 100塊 然後爆料鴨肉飯 你看它鴨肉放這樣 它的便單是原價是60塊 然後加肉 然後才100塊 但是81則算超少 超少 這算很少 很低調 被我們挖出來了 被我們找到了 你的社群網站上面有幾則嗎 幾則 8則 這裡... 你看門果都是被機車塞滿 很在地吧 很在地 所以在地是什麼 你要觀察 你看他們鑰匙都不會拔 不用拔... 對 很多人 好多人 要派對了 請問你們是在地人嗎 對... 在地... 在地... 他們比較低調一點 在地人 也很低調 一個特色就是害羞 老闆娘妳好 老闆娘妳好 老闆娘是台南人嗎 是 在地人 在地人... 哪裡混 隔壁村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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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家是開中藥行的 所以我們一開始是以中藥行為主 對 這個不然算是五星差略 是因為這附近 大部分都是霧龍 然後我們就是做旅遊的 他們其實都是比較勞力的工作 所以我們都要喝蛋白質 他們會說也要加肉 所以我們就有 佛心來的 真的 其實我們一開始就開早餐店 然後我們的早餐店 就有賣當歸麵線 然後已經賣了20年 大概也都吃得滿開心的 然後他真的轉變生活型 他就不要一直 我想那麼著急 對 對 開始越來越疲憊 黑眼圈越來越重 妳會不會再過個幾年 我們來訪問妳開店開店 對 這個顏色 對 感覺很入味 傳說中的隱藏版 爆量鴨肉飯 100塊 對 然後旁邊那個是 軟骨湯 對 然後這個是他們的 藥膳當歸麵線 豬腳麵線 這個他們切他們那個鴨腿給我們 然後可以配他們旁邊的牛蔥 他們自己做的醬麵線 這樣切一份多少錢 200塊 200多塊 120 簡便宜小隊 豬腳 好便宜喔 不要出發 好便宜喔 好便宜 真的好便宜 對啊 那就從豬腳麵線嗎 好 豬腳合給你3塊 豬腳麵線是多少錢 120 好便宜 這個肉的量 這個量 這一集完全要拍簡便宜小隊吧 搞錯吧 直接湯配一點它的麵線 好 來 真的是中藥世家 一直下去當歸的香氣 是扑鼻而來 然後因為當歸 它會有個反甜的味道 就它的湯喝下去之後 你不會有那種 喝到太濃的中藥湯 然後覺得嘴巴黏黏乾乾乾的 它喝下去之後嘴巴舒服 然後清爽的 真的 你就會感覺它好像中藥 它是中藥材抓的部分 就是有一些些些許不一樣 對 我要吃它的豬腳了 好辣 吃它 豬腳超好吃 豬腳感覺是另外滷的 是 帶了一種滷汁的香氣 然後再另外加了一些 中藥跟滷包 咬進去它燉到非常軟嫩 幾乎都要咬膠質 好好吃 豬腳超好吃 你看看它多嫩 沒有... 直接是這樣子有沒有 試開來 好強 它這全是餃子耶 好好吃耶 好爽喔 大口吃 它真的應該是另外滷 但是它滷的那種感覺 不是說醬的香那種太明顯了 對 也不是滷味那種 那我吃個這個 鴨肉飯 鴨肉飯 來 我要吃 馬出現了 來了... 它這個煙燻的香 超級香 而且我好喜歡它的肉的口感 它是有那種完全不彩 然後會有彈性的那種 然後那個百飯稍微吸附了 它的油脂味 會特別香 它感覺有些鴨肉汁在裡面 對... 鴨肉湯然後一點醬汁 淋上去的那種香氣 這個肉超好吃 它的鴨這樣看起來 因為它的醬汁的關係 感覺好像稍微會比較 有彈一點點 對... 但是完全不滑油 完全不是 因為很嫩 它那個鹽燻味真的很強烈 對 很好吃 真的好 那我吃吃看他們的鴨腿 然後 好狂 超狂的 然後配一下它的油蟲 這一定很好吃 來 這麼高分 都要吃超好吃 這已經像它港式燒鴨那種 但是你要想說 它咬到的那個肉超嫩 然後它那個燒烤過的那種 有點煙燻的那種味道 完全留在皮裡 然後皮變得很奇妙 它最外層是像鴨膜一樣 帶著皮 中間的油脂好Q 然後你要配那個醬汁 你們都有超好吃 所以有一種很像是 鍋子那種燒焦 有一種焦香味 好好吃 第一個我自己很會覺得 它的煙燻烤出來的 這個香氣超濃 沾醬之後 那個味道強烈 對 雙倍的好吃 200塊也值得買的 那個味道 好好吃 來 我們還有一道還沒吃 吃完三輪蜀湯 我們完全放飯了 真的 這個是過兩天 我要主持跨年 趕快的情景 不好意思 幫你提琴 提琴 提這個幹什麼 軟骨 它的軟骨是這種 已經透明的 而且帶肉的 對 燉到真的很有牛肉湯的感覺 等一下可以分享 那個筋的部分 好吃 你吃它的軟骨 類似像藥跟海骨的感覺 它的湯 又回到了像是紅燒牛肉湯 但是那個紅燒牛肉湯 像微微帶甜 它的湯度也滿神奇的 一吃就會覺得 很像魯雞的那種香 好甜 很像肉燒排骨 但是那個肉燒排骨 有中間骨頭是 它是煮到爛 然後讓它是有一絲一絲的肉感 可是你又很好咬 然後你很像咬到最後 才會感受到它那個油脂跟焦脂 這樣哭到什麼地方 這個我沒有吃過 很模式 很體用 好讚 100分 好吃 好